延請唐君益先生 一個暑假來他們學校 那時候唐先生寫了 人生之體驗 人生史目 所以部分是在這邊寫的 從來這個天下之治 我還提到 為什麼說透過俄書院是同天下之治呢 因為如果對這個思想史 中國思想大概稍微知道的 所以基本上 宋靈禮學他基本上是在 從先庭兩旱 魏晉 隨唐佛學大興之後 等於佛教 在印度佛教中國大興盛之後 一個重返儒學的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長達六百年 所以我們常常把它定位是六百年的儒學重建運動 那這個我跟他說 重建運動 跟佛教到底到底什麼同意 所以這邊其實這些都是學術史上 各位理學大興 各位很多專家學者 這個我就都不談了 不談 不過也接著剛才兩位發言來 談到這些諸禄一統的問題 剛才像朱先生 我覺得他其實真的是 不管在什麼領域 政治領域他可以做的 當然他在學術領域 從他開始聽了 真的是內行 剛才提到諸禄一統 所謂諸禄同的 我從剛才可以可見的 他剛才在諸禄的一統 一見比較親像唐君先生 比較親近唐君先生 或跟佛先生相依相依來說 這個重建運動長達六百 所以它是一個 如果從世界的文化來說 它是面對印度 然後整個面對人生 那為什麼要迴反 先情如學 所以這個 那這個如果露到現場 露到當今 如果在跟西洋對比的時候 我們又發現這個中文民族特色 中文文化的特色 這是西方的一個差異 那雖然我們在現在看到是一個數字 像科學 像這個什麼 統領的世界 像我們的手機等等 大家現在大概很難離開手機 似乎這個是數學 科學等等的一個 所以似乎這個數字 自然數等等 這些還是人類某種的共通語言跟圖像 可能很怕不相上相 甚至可能在現代會發現 這個數字是不是更普遍的語言 但是別忘了 西方科學那麼發達的口試人 其實如果到過西方 或者比較認識西方 他們就會發現 他們為什麼基本上還可以達到一種比較平衡 雖然已經可以氾濫很多危險 但是還可以比較平衡 是因為他們還有很重要的宗教藝術 尤其是宗教 當然他們有哲學 可是這叫什麼 宗教可以說他們文化的一個非常和系 以前我老師黃振華先生 他一到德國去留學的時候 他就一下飛機 然後怎麼樣 到那邊生活了一段之後 他就發現 我們那時候都沒有注意西方的宗教 注意他們科學 沒有注意宗教 那我這裡要說的是這個評估 就是說科學可能產生的 包括羅馬 希臘羅馬這些傳統 發展成的民主法治等等 科學 但是在現在能避免的一個公利傾向的問題 除了這些環保問題 這個是公利 公利傾向 所以這些人心在利益之中 所以這個是全世界問題 而在中國大陸這邊 在台灣這些都是空洞的問題 全世界貧富 有不經的問題等等 所以我說在西方它還有一個宗教 雖然宗教也是要科學的挑戰 那勢力可能沒有像以前 可是基本上還稍微比較多 可是在中國傳統 不管台灣有什麼 我們不是一個宗教傳統的一個國度 雖然佛教汉野而已 相當的一個低位角色 但是基本上不是 那既然不是 那我們如果把 我們能夠其實在中華密裡面跟宗教相當的 可以取代宗教的 其實就是我們的哲學 我們的儒家還有道家 那再加上印度的佛教 所以其實我們在現代 如果我們把儒道這些 這些我們的也割去了 那其實我們學西方 都只學他們的一半 或一半都不道 宗教沒有 那我們有沒有這個什麼 可以真正跟西方宗教 可以取代的 甚至這個什麼 就是可以相當的觀 這些終極觀彩的東西 那我們永遠就學一半 最後一定是比西方還糟糕 難道我們還糟糕 所以現在到這邊能夠再重返中華文化的 重返儒學到家儒學等等 這個是其實不管就終極來看 終極關心 就是重要層面 人的安身力面層面 還是對現實 現實在這個公益之壁 這些墮落等等 那取得一個平點 勢必 這個我想現在大家在走向這一個 重返中華文化的那個 然後復興如雪 我想就是一個很抗重大道 所以大概 我大概十天可能差不多 趕快想看一下這個 我們現在台灣的一個走向 港 台南 新亞國 大陸 那我想我先到這裡 我們謝謝執政教授的發言 同時我代表這個延商俄福書院 有個向你提出一個請求 因為你是我們陳肇雄先生的關門地址 最後一個地址 我希望你能夠提供一些它的相關資料 提供給我們俄福書院 包括照片 包括照片等相關 因為它的貨寶等等 這樣的拍成照片或者一些其他東西 或者是它的形成一個文件吧 這個一個請求 這個我也是跟我們女商長的請求 下面我們有請來自商東社科院的福發會研究員 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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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江蘇來接的 好緊張 這裡很厲害